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死了 這次怎麼辦 我找了誠哥來 喂誠哥 你快點過來幫忙 水曼金山在這裡 我搞不定 什麼 游泳浸嗎 唉你那裡真麻煩 喂 妹妹 搞定了搞定了 謝謝你誠哥 我幫你通了水 還有什麼事要做 沒有了 沒有那我走了 我送你 謝謝 放在這裡 哎呀走 糟糕了 忘了叫誠哥弄了我廚房的燈 先打電話給他 有什麼事 你可不可以再過來幫我修理廚房的燈 燈泡又壞了 哎呀你剛才不一起說 好了 燈泡我和你換了 其實這麼小的事 你要不特地叫我過來 叫隔壁街坊幫忙都可以 哎呀知道了 以後有什麼事情你自己先檢查一下 實在做不到你才打電話給我 行沒問題 那我走了 謝謝 嗯 十二妹呀 那煤氣路又壞了 哎呀你不要來那麼多禮 先叫外賣吃先 有什麼事明天才搞 嗯 是這樣的 哎呀 哎呀 看見你的樣子好像很累 哎呀 不要說了 想起來 真的當初不應該那麼好心 留下十二妹在這裡住 現在搞得我好像個水公一樣 哎呀你怪什麼 怪都怪你家裡的房子舊呀 那些電器呀電爐呢 那樣子又老化了 是動下又壞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又沒有時間過去做 喂 話說回來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想呢 就是 讓他搬出去住 你說了都是別人的哥哥 那你叫別人搬出去住 別人以為呢 你要加租啊 那怎麼好意思呢 有什麼不好意思呢 好過現在我這樣啊 是不是好像做工人一樣 嘩 嘩 摔來摔去 摔去 摔去 真是半條人命啊 啊 有辦法 不如這樣吧 跟他找個男朋友啊 如果有個男朋友呢 那就什麼都不用你搞了 那 還有 萬一他們感情好呢 一聲就搬出去 咦 那還怎樣 是啊 我又沒有想到這層的 哎呀 說起來他都三十歲了 都應該找頭家的了 我 我這個做大佬的 由明天開始 幫他密室一個好男人 嘩 你這次做得好美 我家不來的名字 哎呀 說啊 吃到你的嘴唇 你真是 我剛剛做了這個綠豆糕 你嘗一下 嘩 我真的很好吃神啊 很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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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啊 你試一下吧 不適合口味嗎 不是不適合口味啊 突然間有個感覺 你們一家人 一起做啊 點心啊 多溫馨 多浪漫啊 我那個十二妹啊 她又是做點心的 嗯 但是晚上一回家 她就孤清清一個人 想起都挺淒涼的 嗯 哦 成叔啊 你是擔心十二妹的感情問題是吧 嗯 現在年輕人啊 都不著急結婚 所以她也沒用啊 嗯 我不是逼她 我是在想呢 如果她晚上回家 有個男朋友一起聊聊天啊 有商有糧 有說有笑的話 那她就不用這麼孤獨了 哎呀 成叔 你這個梳堂妹啊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大把男生追啦 我想她是眼睛高的 不要憂那麼多 不是不是不是 喂 老老實實 大家這麼老友 你們如果認識一些未婚的青年的話 介紹給我 好嗎 然後我介紹他們 我想拉一下 好嗎 哎 宋雲呢 宋雲你合不合 哎呀 我問她十二妹 她說沒有Feel啊 哎 成叔 成叔過來啊 是啊 喂 一陣子高啊 一陣子出去吃 喂 阿祖離婚之後 找到人了嗎 喂喂喂 怎麼這麼好啊 現在這麼好啊 一個人清淨啊 哈哈 啊 我說 如果她跟十二妹那樣的話 啊 啊 蛤 有沒有說話呢 啊 你意思就是說呢 撤合你那個梳塘妹和阿拉叔啊 哈哈 是啊 哈哈 我和我的座 現在也不能睡覺 喂喂喂喂 怎麼這麼開心啊 好像蓮子蓉那樣的面子 我和十二妹找了一個好人犬 誰啊 誰啊 阿祖 阿祖 是啊 喂 阿祖離婚啊 況且她大約十二妹十幾年 十二會制的 我想十二妹都不會計較這些事情 最重要她倆有共同的語言 聊得來 阿祖離婚了 她一定會很疼新的老婆 那呃 那呃 康家的家風這麼好 如果十二妹嫁到她的話 下半世不用有呢 你想呢 就想得很好的 不過不知道十二妹呢 是不是好像你那樣想法 還有呢 兩個人呢 相處呢 對不對呢 我想要試過才知道 那倒是 啊 我約她們兩個一起吃飯 看看她們的經情如何 好啊 來阿祖 喝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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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麻煩麻煩叔叔 啊 什麼這麼好興致啊 請我吃飯啊 我聽我的意思說呢 你啊 想討我這件事 就是關於十二妹的感情問題 是不是 你意思是想叫我 是否認識一些男生 介紹給她 哈哈 十二妹是不是 可以說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呢 找些單身的 年紀好像你那樣的 嗯 那就介紹給她 嗯 其實我今天來呢 主要想讓你多點了解一下十二妹 怎麼了十二妹 怎麼生氣 阿哥 我剛剛被網約車司機擊鬼死啊 她的車牌呢 跟遠見不一樣 那我就 說多兩句咯 那我只是發現她的車不對板而已 她夠膽死有意見的 唉 唉 小事來的而已 忍耐閘 算了 不是啦 我一上車 她就不斷說是我們太警惕了 還要說呢 現在網上報道那些 網約車出事的案件 多麼誇張啊 說我們過分緊張 搞到他們沒有生意 唉 不是呀 這件事我都知道 真事來的嘛 唉 唉 沈姨妹 你怎麼跟別人來辯論呢 是不是呀 你咬來咬去的嘛 我怕是到時候 那個司機 一氣起來 說你有危險 就是你都承認網約車司機 真的會有危險 哈哈 那就是那些司機 都是說廢話啦 那我還算不容易跟他吵啊 其實我也是 怕你有危險 哈哈 一出事 你們這些男人 就只懂得怪女人 怪媒體 從來都不懂得反省自己 不懂得教育同性 但是我見你 都是這樣吃虎不法 唉 別說那麼多了 那些不開心的事 我們呢 叫了蔡的了 待會叫他加多一尾糖水 盡啊 我 哈哈 哈哈 唉 程叔 你剛才和我那件事 我看法都很麻煩 正所謂啊 物以類罪人要貧婚 就像他那樣的性格 我的朋友很難認 唉 我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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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癡的 來來來來 給我 喂喂 你今晚不是去吃大餐的嗎 你現在怎麼這麼餓 吃鬼吃媽媽 原來那個十月門 很火爆的 怎樣 怎樣 那個妄約司機 說了兩句 他不適合聽的 他一嘴唇 地撥回人家 還有 他差點從阿祖 吵架 你說餐飯怎麼吃呢 唉 我都說了你 你這樣貿貿然 和他介紹對象 是不一定可以的 因為你的愛好 和你的眼光 和十二妹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那倒是 喂 你有什麼高見 我覺得 你看一下他最近 和哪個男士 行得來 或者對哪個男士有好感 我們跟他製造機會 那可能會時半功倍 是呀 為何我沒想到這一層 喂 十二妹 朝早都要送些 手工糕點 過去唐湯堂買的 她一台 和唐蓮偶 就多了最多 明天早上我去看看 如果他和唐蓮偶 很適合談的話 我一下子就扑著他 什麼 唐蓮偶 會不會老了一點 唐蓮偶 雖然年紀大一點 但是他姓作老實 三次不偷吃那隻 沒問題 喂 大陸 這麼忙嗎 是啊 撿開些位置 待會要放下 尋餘妹的蛋糕 對呀 話說回來 你覺得十二妹的仁點呢 仁點我不知道 但是他做蛋糕 真的很好吃 我每次自己都撻起兩個包 哈哈 食哥 你過來喝糖水呀 我呀 過來看看你的生意 可不可以 看你有沒有錢交租 你說笑是吧 嘗嘗我新製的肉店 好啊 好啊 對了 因為昨天的數目給你看 是這樣的 昨天總共是六十個包 嗯 兩個大蛋糕 兩個大蛋糕 還有其他粒粒粒粒 總共是八百五十六塊 哦 你算過我就不算了 你直接轉我的手機就行了 這麼信給我說 算吧 啊 又好 OK 等一下轉給你 喂喂喂 你們兩個這麼快就這麼熟了 那我們都一起拍檔這麼久了 當然是信任啦 嗯 還不用說啊 老闆來講啊 好似啊 好似啊 老闆娘 你這個包很好吃 我今天再要十五個 哥哥仔 昨天已經買了十個了 今天要多加五個 又要買十五個 嘩你拿去轉手買啊 是啊 對呀老闆娘那個 鹹蛋黃鹽麵包好正啊 我給我介紹給朋友吃啊 每個人都叫我 答單要再買多一點 看來你們兄弟姐妹 跟你一樣那麼懂得吃啊 好 我就入廚房拿些新鮮的給你 好 等一下 喂 都是你識貨 待會再送你兩個 真的嗎 但是老闆娘 我吃的時候 就感受到這個包 一定用了很多心思 唉 你說呢 如果我也有一個 那麼懂得做麵包的女朋友 就好了 哪用那麼麻煩啊 你想吃是不是 我教你就可以了 那不如我們加個微信呢 好啊 來 你送我 我送你 好 喂 英俊 來 吃粥 乾杯 乾杯 你剛才那句說話是真的 哪句說話 你說要找一個 會做麵包的女朋友 是呀 我記住你這句說話 喂 不如我們就加微信吧 有什麼筍東西我發給你 加微信 來 喂 成哥 你又說跟我換個新水喉 還不過來 找了個師傅上來 喂 喂 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過來幫你收水喉 啊 成哥說他收水喉的師傅 就是你啊 是啊 成哥叫我過來幫你 那大成哥憑什麼指示你啊 他說想介紹一個 會做餅的女朋友給我 那見你的水喉剛壞了 那就叫我過來 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 他不是打算把你介紹給我嗎 哈哈 那人看過 哎 你不是收水喉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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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舉大小伙子 快點過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你暫時就在這間屋裡住著 嗯 這間屋裡有空置就在這裡 嗯 好好 唉 那個敢去朱利安 整來整去 整這麼久都整不好 所以我就叫你呢 在這裏住著 那邊呢 我就找些專業的師傅來收整一下他 不不以後才有安排 不過話說話 你幹嘛叫朱利安過來幫我忙啊 他又不是專業的維修工啊 哎呀 我想給你們多點機會 互相接觸一下嘛 哎呀 誠哥 我真的不明白了 你又叫我和阿祖吃飯 你又跑來逃逃逃 究竟想做什麼啊 究竟想做什麼啊 你有沒有想過你自己 成三十歲女的了 身邊都沒有個男朋友 生活很不方便的嘛 所以就介紹些桃花雲給你 你見不到不代表我沒有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 有 那你為什麼不叫他過來幫你修理水田 住得遠 廢話叫他 哎呀 帶他過來 和我見面也好嘛 有機會的有機會的 哎呀知道了 總而言之呢 你真的不要跟我介紹男朋友了 好煩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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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有男朋友了 那我以後就不理你這些事了 知道嗎 那真的啊 那我走了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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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住啊 哎呀 看來以後都是自己找水田工好了 這樣的成哥 為了不來幫我維修些東西 竟然要我快點嫁人 簡直就是亂點鴛鴦店 肥皂 蛋糕到 哎呀 壽二妹 是 哇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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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什麼啊 哦 你那個梳塘大哥 說完我們就知道了 你有男朋友了嘛 我也說的啦 這麼優秀的女生 大把男生追 你說這個而已 是嗎 我這麼大個女生 有男朋友很正常 這樣也是這樣也是 是嗎 哎呀 你怎麼簽都送來了 應該應該 讓你男朋友送來就是了嘛 別說 我們真的很喜歡你的手 我們跟下面男朋友 天天可以吃到這麼新鮮的蛋糕 不自己人 什麼成哥 真的到處說 哎呀 哎呀 妹姐 阿倫 你喜歡什麼風格的布置呢 浪漫的 熱情的 還是金屬搖滾的 你說什麼啊 你不知道嗎 叔叔打算在朋友圈 幫你舉辦個性大隆重的 30歲生日派對嘛 到時候你順便帶個男朋友來給他見 他沒有跟我說過 今天想給你一個驚喜 阿倫妹 為了慶祝你的30歲生日 我已經叫了阿尤韻 和你舉行一個生日派對 你到時候記得 帶你男朋友一起出席 你真的嗎 這個成哥 真是多管閒事 不如我跟他坦白 不是啊 到時候他知道我真的單身 萬一有跟我介紹 我去哪裡找個男朋友做替身 小寶 你知道我宋雲 一向都不是吃霸王餐的人 現在沒有人帶現金 兼且手機又沒有電 那你借個充電寶給我 充充電 有電我就買單 但是我現在又哪裡找個充電寶給你 那我沒有錢又沒有電 那現在怎麼搞呢 小寶 怎麼了 欠你很多錢 我沒有欠人錢 我沒有欠人錢 我剛吃完飯 手機剛好沒有電 那我又沒有現金 就買不到單 那他欠你多少錢 我幫他付 那不是太多 25元而已 25元而已 我來 我送我 幸好遇到那個熟人 還幫我買單 真是不好意思 那你幫了我一次 以後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問題 第一時間 找我送雲 我付湯到火 真的嗎 當然了 等一下 坐 那你先 我真的有件事要求你幫忙 那說 說 做我男朋友 做你男朋友 做我假男朋友 做一場戲 別想太多 做什麼戲 是這樣的 我就不想誠哥經常管我 經常跟我拉龍佩 所以我想你配合我做一場戲 本來 一般情況來說 我一定不肯 但是 你剛才幫我買了這麼大的單 我幫你一次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我新認識的男朋友 什麼 鬆韻 你這個臭小子 收起來收到這麼緊 幾下 走走走走 人家男朋友 走走走走走 你之前又說到 宋雲沒有感覺 之前是之前 現在是現在 是不是都很想知道 我和宋雲怎麼卡著 快點 快點 問其長 你說 我說 當然你說 你不是不記得嗎 我當然記得 我記得 不是就是 他做的點心 真的幾個是好吃的 他說 幫助你 幫助他熟了 後來我便進去課 原來那些美食 拿著他的位置 對… 等等 我現場採訪 十二妹 你看得到宋雲 哪一件事 是 看得到他有正義感 厲害 是給掌聲 來… 我祝你們兩個 天長地久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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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 對 有空聊幾 好 喂 喂 喂 找我啊 成叔 兩個不是在拍拖嗎 唉 我看到你們兩個 我看到臉 好像很生疏 不是啊 成叔 你誤會了 你知道我和十二妹 都是很獨立的個性 所以我們兩個就商量好了 兩個人不要經常黏在一起 要有自己的空間 這樣我們就會相處得很舒服 還有沒有壓力 你錯了 來… 坐下聊一下 喂 朋友之間呢 很重要的是 多一點見面 多一點了解 才產生感情 對呀 那你好像兩個妹妹那麼冷淡 好像一拍兩山而已 絕對不會 程叔 我們情比金堅 主要我這份人很尊重十二妹 因為呢 這種相處的方式 是十二妹最喜歡的 哈哈哈哈 我聽你這樣說 我就知道 你對女人未夠了解 我告訴你 一個女人 無論她多獨立 多堅強也好 她都需要為一個男人 關心她 哦 安慰她 哦 女人很喜歡聽甜言文語的嘛 對嗎 對嗎 不要說成叔不提醒你 如果你是想跟十二妹 這樣長長久久走下去的話 哦 那你就多點跟她關心一下 知道嗎 我以後呢 有大把時間去了解十二妹 再說 我現在呢 就很忙 我現在先走了 好了好了好了 喂 慢著慢著慢著 十二妹來美術 哦 是嗎 喂 哦 她家裡的牆滋漏 哦 不如這樣吧 你去幫我搞定她吧 好嗎 給你機會表演吧 是的 知道嗎 好了 你搞定她 好好好 我會好好表現啊 我都說 我自己滑個坑被自己跳了 這次還要被人老屈 做維修工人 唉 我都說 不如你 不如你 好